Yamada 给大家看影片 现在在我旁边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陈静怡老师 陈静怡老师是音识研究者 也可以说是音识方面的专家 然后在台湾被选为 九位三影响的人物之一 又被称呼为台菜天后 是一个美识方面 非常知道很多的老师 那老师你好 Kinoshita先生好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要的目的是 我想请你提供你的口袋名单 可以吗 好啊 没问题 那今天老师介绍给我什么样的东西呢 那这个双联圆仔汤 也是我自己的口袋名单 因为我以前如果生病的时候 我看完病 我就会顺道去双联圆仔汤 吃一碗甜汤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那我主要的话会点的是 这个烧麻糬 烧麻糬 对对烧麻糬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吃它的刹饼 刹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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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一个是它的用料是非常新鲜的 你就可以看到它一直不断的在烹煮 然后补货 所以不要说这个甜点好像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不断的取用 但是它其实新鲜度这件事也很重要 跟那个餐厅是一样的 看清煮菜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麻糬也是非常的饱满好吃 而且自己做的不是从外面工厂拿回来的 那所以它吃到的是热腾腾的 然后上面会撒很多的花生粉 那所以说吃的时候还会配一碗热茶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那如果是刹饼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选项是 刹饼跟烧麻糬是另外分开的 对分开的 因为有的是这个什么 那个 饼里面有那个 对 不是那种的 对对对 它是分开的 那这个 刹饼的选择的话 有一个我特别推荐的是那个 芋泥 芋泥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少见的是燕麦 燕麦 所以这两个一直都是我的最佳选择 好的 那我也这个跟老师学这个 芋泥跟燕麦 这个要选这两种 好 那我过去圆仔汤 对不对 到双连 是是是双连圆仔汤 好那这个我过去吃 那等会见 好那是太原路 南京西路的交差点附近 今天 风很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吉那日本企桃 有这首歌 有没有 但是 雷 我从来到最后 一直在开 一旦 雷 我从来到最后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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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に来てかき氷に対するイメージが変わった これ俺だけじゃないよな 他の日本人もそんな人いると思う 日本のかき氷はシロップ、レモンとかイチゴとか あとうち金時なんてのもあった 金時って小豆だ でも台湾のかき氷は自分で選んでトッピング 組み合わせはいくらでもできる 俺もいつの間にかあれ選ぶのが楽しくて それを覚えたらもう日本のかき氷に興味はなくなった かき氷って選ぶもの そうや思い出したぞ 本当? こんな歌もあった この歌今思い出さなかったら 多分記憶の中に埋もれて 一生思い出すことなかったかも 今日はなぜかいろんな歌を思い出す日だ もうそろそろ着くはず ここか? ああ こう書くのか これは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 でも間違いないと思う とにかく入ってみるか なに? 男子ばかり ちょっと待て 俺の常識ではこれはありえん ないような こんなに? これから? ここから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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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为我做一个味道 现在就能点的吗 你要什么 我要吃一个羞马鸡 还有吗 还要一个炸冰 炸冰要什么料 那个芋泥 还要燕籃 我的燕籃 还要红豆有吗 小红豆 小红豆 好 还有什么 这样就好了 这个是大鸡 然后这个粉 这个粉 等一下我们再拌一拌 来 来 想起来 比较大 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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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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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餅 芋泥燕麥 燒烘豆 トッピングバージョン 咦? お茶も来た とりあえず こっちから 溶けないうちに じゃあ いきます ドロドロ 芋泥 タロイモペースト うん 甘くて美味しい で 口の中にまとわりつく 芋泥とはまた違った食感 氷が冷たい で 小粉豆 こっちも思いっきり甘い 何か甘さが正義だと言われてる気分 で 燕麦もドロドロ これ 陳先生に言われなかったら 俺 選ぶという発想ないな もしかして 陳先生 ドロドロ系が好きなのかも ゆいにと 言えんまい この組み合わせの答えは ドロドロだ で 続いて サウマアッシュ うまい これは どこかで食べたことあるぞ でも 柔らかい もっちり感が半端ない まさに 突き立ての食感だ 中の餡に頼らず 餅だけで勝負してる で この粉が ピーナッツ 日本だと キナコなんだけど 台湾じゃ ピーナッツが当たり前 で お茶 やっと 落ち着いた気分 最後は このピーナッツ これも 一気に 行きます 小麻酥と 炒冰 芋泥園 麺小紅豆と 冰湖バージョン 感触 Hi 陳敬儀 老師の美食口袋名章 第二期 小麻酥和 炒冰 不つか教え方、フォロン 感がある 勇敢もなかなか これが アーニッツの式食品 いや 似ね と思っています これは 作家で 伴いのは 伴いの具 芋泥園がでも甘く柔々 でも 甘い笑い このamosられよ 今生は 炒花薬 タラクシューキューも伴いの エクチュアル 陈老师说他们是自己做的 原来如此 我觉得这个味道日本人一定喜欢 好那么今天的超级四分级 到此就结束了 给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聊聊吧 拜拜